小三来了 还有什么要转到那办公室 如果现在过去的话 感觉咱俩气势弱了 等一下 谢谢啊 来找安心啊 你一个人来的吗 没人陪你啊 没有 我先生去帮我过号了 你呢 我刚传点完 我先生去开车了 是你啊 你认识安心 何止认识 是朋友还是同事 所以他知道我的事儿是你转告的喽 不应该告诉他吗 太应该了 我还得谢谢你呢 不然我可能还会继续被动着 悄无声息地生活呢 现在小姑娘啊 也不算是小姑娘喽 脸皮还挺厚的 你们是不是以为 这个 独人之夫啊 混人家庭啊 这些都是日常啊 要不然你怎么可以 那么不要脸地说出这样的话呀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我是 救人于水火之中的福利呢 这鞋合不合脚 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管你是安心的同事呢 还是朋友呢 这事儿都跟你没关系 这事儿还跟我有关系了 我认识妈就有个毛病 好大包不平 你看我们公司呢 你走 你走 我是为你走集团的商务总监 这儿不怀疑 你有问过安心吗 你确定他不想跟我面谈吗 我确定 他应该不只是想跟你谈谈 不信你就试试 我去 喂 小三来了 还有什么要跟他那班公司 如果现在过去的话 感觉咱俩气势弱了 我先战斗 别过电话 如果要动手 我立刻过来 tails流了 我现在 在威 lived 身份上 这个身份上 并不给了 你们坐哪儿 board board 老大 礼管 小廉 Rosie 拿手 老大 require собир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月份有点大 占不了太久 柳卿是吧 柳卿是吧 不能站着那你就躺着呀 躺赢的人生不是你最向往的 安总 你跟我不一样 你是女强人 有自己的事业 离开洪凯依然能过得很好 可我只有洪凯了 你看我这肚子里的孩子 一天天地长大 我真的等不起了 我们都是女人 你也知道 就算我可以离开洪凯 可我这肚子里的孩子 始终是她的孩子 我知道 在我俩这个事上 她对不起你 对你来说是有伤害的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 理解什么 理解江洪凯 或那出轨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骗我离婚 我不管江洪凯 怎么描述我和她之前的感情 但是绝对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就可以斩断的 没有 她一直都说你很好 可是不得不说 这缘分这种东西 就是说断就断 说没就没的 谁也不能强求 谁也不能改变 可这分开呢 有体面的方式和撕破脸的方式 当然了 我也不希望看到你和洪凯思破脸 毕竟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也是有一定情分的对吧 你总不能为了分开这事 闹一个不好的口碑吧 我还真是想见识了呀 我还以为 江洪凯找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姑娘 小姑娘 我跟你讲啊 首先 你今天就不应该 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找我 你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 自己不清楚吗 还挺着个大肚子 生怕别人不知道 是江洪凯婚内出轨 告大了你的租资 你要体面 就不应该来找我 其次不忘进来 小三就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名词 还有啊 你今天来找我江洪凯知道吗 那我劝你一句 最好不要让她知道 对你没有好处 别好 不管她知不知道 我们的钱你不能拿走一半 你到这儿来找我是为了讨件还件啊 安总 这些年洪凯的生意 也是她用命搏来的 我知道 在我两个社上她对不起你 可这说到底也是为了这辛辛苦苦的买卖 最终不落到外星人的手里 这钱再多不也是为了下一代吗 您今儿一赌气把这财产挪了一大半过来 可您有没有想过 这钱本来就是江家的 好 我可以一分钱不要我没关系 可说到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老江家的后代 这钱本来就是她应得的 好 我跟江洪凯在一起十几年了 十几年前她还什么都不是 为了她事业拼命的人不止她一个 我现在要的她一半的财产 就是对她最大仁慈 她在婚内出轨 婚内出错方是她 你懂法吗 她要负全责的 她要净身出户的 懂法吗 我要是你 马上离开这里 好好地抱着你肚子里的孩子 江家的继承人 拴住脚盖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要工作了 请吧 要工作了 请吧 安心 安心 安心你不要把人憋到绝路上 是你自己不能生孩子 江洪来才不要你的 等下 你敢打我 我打死你 你敢打我 快打他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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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别人 你留钱了 你留钱了 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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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碰他 是他自己要过来的 快点叫救火车呀 我 我说他电话 有钱了 有钱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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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我没事吧 我也要去医院 没事吧 妈妈